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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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Tekris 那我今天又來介紹藍牙耳機啦 除了介紹耳罩式的藍牙耳機之外 這邊跟大家介紹另外一款就是 討論度非常高的 FOMI FUNCLE WE 它是真無線的藍牙耳機 聽到FOMI應該就可以知道這個 耳機是來自中國製造的一個耳機 但是FUNCLE WE 其實跟小米是沒有任何直接關係的 其實現在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在2019是一個非常熱門的 選購項目 所有的耳機大廠跟做手機的大廠 他們都會推出相對應的產品 還有其實我第一眼看到這個耳機的時候 我覺得它非常像美國的一個品牌 Quizzee Baby 它裡面的一個耳機叫做 Air 1S 外型非常非常像 那我這邊就放上圖片 我這邊就放上圖片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我們就來看看FOMI FUNCLE WE 它包裝盒內有包含些什麼 它裡面有附贈不同大小的耳塞 充電線還有一個充電殼 它附贈的東西非常非常簡單 FUNCLE WE 它的本體非常非常小 然後也非常輕 它基本上只有兩克的重量 戴上去之後呢其實非常服貼 它的厚度不會超過耳朵太多 所以從正面看的話 其實不容易看到耳機本體 這個耳機的特點就是它支援藍牙5.0 還有支援基本的IPX5 基本的防波水 其實我聽到FUNCLE WE之後 我覺得它音質很好聽 其實在我的意料之外 其實甚至比Crazy Baby的Air 1S還要好聽 你可能會覺得我很誇張 但是我覺得它就是Crazy Baby Air 1S的改良版 Crazy Baby的Air 1S它的聲音其實很不錯 它的分離度就是差了一點 然後它的重低音有點太重 就是可能會糊在一起 FUNCLE WE的話我覺得它的低音 它很低沉然後有質感 高音也不太會堅持 這個音質如果在價位1500以內 其實非常非常有競爭力 聲音是真的很好聽 那我這邊一樣給你們聽聽看它的音質做個參考 這邊一樣給大家聽在前面 好大概音質表現大概就是這樣 其實這款的聲音CP值非常非常高 然後它非常服貼 然後重量非常輕好淡 隔音效果也非常好 那我覺得如果這款上市之後 其實我非常推薦真無線藍牙耳機 因為它競爭力非常非常強 聲音非常非常好 那我這邊就推薦給大家 好啦以上就是這一次的介紹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我更多的評測 或者是開箱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知道 那我是Tagris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